在众多的典型的这些武侠女星当中呢 佩佩姐总是比较强势地出现在荧幕前 私底下的个性会不会有侠女的这个情分出现 你这么一说 我就晓得我为什么要拍武侠片 我其实并不是英雄 但是只有戏里面的角色让我变成英雄 所以我很喜欢很享受那种感觉 胡金泉导演的第一部武侠片 大罪侠当时非常的卖座 也镇定了我做侠女的那个宝座 很多年我都不能够脱离这个侠女的那个框框 一直到现在我不打 别人都认为我会打 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侠义这两个字 但是我希望我的武侠片 仍然能够让大家回忆起侠义这两个字 我相信每个人对侠的看法都不一样 但是有一点是绝对相同的 是好打不平 而且万事都以侠义尽人 我稍稍早pected 我 Не inception了 我真的不是一个几整天 我会打不平